青安村的故事 这要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年仅四五个月大的小玉珠来到一个温暖的家庭 成为这个家庭的养女 小玉珠慈爱的养父是个济世为怀的大夫 每天跟随父亲身边 看他为病人解除痛苦 小小的他已懂得帮助别人的快乐 因此小玉珠幼时的志愿令人玩耳 就是长大了要当爸爸 而这颗种子从此深埋心底 长大后的玉珠渐渐将这颗种子淡忘 它在金融界成绩斐然 像大多数人一样追求着幸福人生 在银行担任要职的他 在这二十五年间经历了三四次的金融风暴 看到一些富豪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也看到一些健康的人因病魔来袭突然倒下 他经常感叹人的脆弱 生命的无常 物质的微不足道 种种因素促使下 玉珠开始关注种种保健课题 因而认识了倡导自然疗法的专家学者 雷九南博士 为了让更多人获益 玉珠致力于促成雷博士在我国举办的 三万人的健康讲座 雷博士这样问道 只要一个改变就可以得到健康 你愿意吗 雷博士的问题有如一寂静中 唤醒玉珠心里千万个我愿意 幼年埋下的种子再度着长 玉珠做出了生命中一个重大的决定 玉珠和丈夫卢健安 先后辞去上万高薪的工作 告别眼前富足的生活 依然追求另一种理想 这个决定需要多大勇气 他俩却义无反顾 因为这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道路 他俩拿出半生的储蓄 生活上也开始减一速时 于淡冰尼840座祖屋底层 开始建起清安村 准备从此现身社区与人群 将身心灵健康的理念 落实到大地上 到人们的心中 一切从零开始 日复一日艰苦耕耘 许多朋友伸出援手 一砖一瓦一杀一石 逐渐成形 一方喧嚣中的净土 疲惫心灵的港湾 终于出具雏形 清安村于是诞生 清安村成立之初 首先致力于实现 有机菜园的开发与耕种 有机菜园的开发 除了推广素食与环保 还有着重现昔日肝膀精神的重大意义 有机菜园除了供给长者 与爱友们食用 也作为一个环保的大自然客室 成年人孩子们在这里 领受大自然的美好 体验自耕自足的喜悦 让小小的清安村 一片生机盎然 除了有机菜园的开发 清安村也陆续设立了 各种工艺爱心项目 虽然艰苦支撑 却始终坚持实践 关怀平定 敬老爱幼的理念 人生的意义就是 当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能做多少 能够为子孙留下什么 或者是能够为世人 留下一点点温馨 还是为自己的良心 就是说我很心安 我要走的时候我就可以走了 没有什么挂碍这样 我是觉得这样就是 最潇洒最有意义的人生 清安村成立至今 玉珠从不曾领过薪水 仅依靠过往的积蓄 维持基本的生活 他不但不觉得缺了什么 反而觉得生命从此 变得无比的丰盛 癌症整体康复互助会 清安村最早开展的项目 是针对对癌症病患的关怀与帮助 设立疫诊中心 为癌友诗医诗药 提供物理调理 送有机蔬果及爱心家访等等 清安村身性 身心灵整体健康的重要 给予病友关怀及温暖 也是治疗的重要环节 清安村开设至今 共注册有癌友1600多名 其中400多名在康复中或已经康复 三代同堂托管中心 在长期与癌友接触的过程中 经常目睹癌友家庭 老人与小孩们的孤苦无依 为了减轻癌友们的负担与压力 清安村陆续设立了老人与小孩托管中心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老人与孩子们在一个屋檐下 彼此守望相助 找到家的感觉 这里不时洋溢着 三代同堂大家庭的和谐与温暖 风雨无阻 爱心送菜 为了给癌友们提供更全面 更实际的帮助 清安村开展了爱心蔬果包 宋爱行动 这是一项需要很多志工通力协作 才有可能完成的繁重任务 每逢周六 60名志工朋友 无私的付出时间及劳力 将新鲜有集蔬果 送到100多户癌友与受益人家中 再次感谢参与这项 宋爱行动的所有志工 即返老还童工 和狮子会的朋友们 使他们的善心与异行 让爱的传递永不停息 轮椅病床服务中心 轮椅病床服务中心 也是清安村最早开展的爱心项目之一 回收二手轮椅病床 进行维修和翻新 再借给瓶病残缺 需要帮助的用户 既实践了回收再循环的环保理念 更充分发挥了 关爱瓶病老弱的大爱精神 轮椅病床服务中心 是清安村受益人数增加最快的项目 服务中心设立至今 受益家庭总数超过了4000户 清安村自成立以来 依靠自力更生 以及民间善心人士的捐款 艰苦支撑 虽然实时捉襟见肘 每每举步艰难 却依然充满希望 积极地成长着 汇集了许多人一点一滴的善念 我们看到了笑容 我们看到许多生命 重新燃起爱和希望 清安村邀请您来 与我们一起同心同行 点燃热 点燃希望曙光 迈向身心清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